记者蔡淑苑台中报道,台中市海宝局继去年底有条件延展台中火力发电厂许可证,要求减生煤法定许可量24%,共500万吨,今天再公布加盐减排约60%,标准接近天然气排放,成为全国最严格标准,今年将完成修订台中市电力设施空污排放标准,中火4年内必须完成改善。 保局继去年底有条件延展中火患症,要求减煤25%500万吨,8日再公布修订台中市电力设施空污排放标准,要求再减排六成,标准接近天然气排放,成为全国最严格标准,预计今年底完成公布,公布后要在4年内完成,否则将一空无法开罚。 环保局长白志荣表示,这等于是将中火5根烟酥减掉3根的量指标物力状污染物从20米为克立方米减为5,流氧化物从60ppm变10,但氧化物从85ppm变40,可减排6至7成。 环保局长白志荣说, 依照初步规划,加盐排放标准后,目前中火5只烟性等于减少3只的排放量。 它举例,磁状污染物浓度20mgm3-5mgm3,流氧化物60ppm降至10ppm,但氧化物85ppm降至40ppm,分别年减排1142公顿,1344公顿,7963公顿,减排41-73。 中火将成为受到全国最严格排放标准约束的燃。 煤电厂白志荣指出,是否参考国际最新空污防治技术与排放标准,透过专家学者咨询会议讨论,认为中火既有燃煤机组只要增设高效能最新技术的空污防治设备,可达到接近燃气发电机组的空污减排标准。 宣布启动第三次加盐标准。 环保局在民国88年订定第一次电力设施加盐标准,再历经第二次加盐,渐幅53%,今年第三次加盐减排,渐幅达约60%。 白志荣说,预计年底前完成公告、公厅会、市府决议并送中央和背后等完成法制程序。 中火自公告日起四年内改善设备,也已给予污染防治设备、技术更新等时间,会全力要求中火完成改善。 如果为改善将一空无法开罚十万至一百万送的连续开罚。